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頻道 是兔兔 怎麼樣你看起來非常的開心 為什麼會這麼開心 是因為一直到昨天的時候 恭喜她的黃膽數值其實還是 沒有辦法達到出院的標準 我們兩個其實就有點擔心說 她今天可能沒有辦法出院 今天早上他們在驗的時候 平板那邊已經跳出來 低於14大概是1點多 所以就很開心 然後為了確認她整個出院 我打電話去嬰兒室 問護理師說她是不是真的可以出院 護理師就說恭喜可以出院 所以我就 非常開心 我等一下要親手幫她穿衣服 好我們今天也已經把自己穿好了 我們全家人都穿這樣 藍白色 我老婆也穿這樣 好興奮喔 我在等我兒子 我把我兒子衣服摺得非常好 這是她等一下要戴的帽子 跟我們配藍色的 跟她的兜兜 跟她白色的衣服 還有一個打布巾 等一下可以給她蓋 一毛一樣耶 看起來很乖 其實你根本錯立男安 就是兒子要推進來而已 不用這麼緊張 我不是緊張 我是興奮 好啦好啦 哈囉 哈囉 寶貝 寶貝 她臉好熱喔 準備走囉 出花 很溫馨 這就是我喜歡的房間 等一下我再來介紹設施 先安斷好我們的恭喜寶寶 好 首先呢 這邊就是有個吸收胎啦 獨立式的 乾濕分離 嗨 這邊是廁所 她的馬桶是有個輔助器的 就如果不方便起座的話 有個輔助器 重點是這個 就是乖狼現在 坐的這個空間 我在感受太陽的洗禮 媽媽坐在這裡覺得好舒服 冷氣這樣吹很涼 但你又可以曬下太陽好爽 這裡又有一個落地燈 我老婆最愛燈了 沒錯 然後這裡有一個綠色的植物 雖然是假的 但不管是感覺很棒 這個窗簾 你也可以把它拉高 這邊也可以拉 但是拉了 就暗了 所以我趕快拉下來 不然我老婆心情會不好 就跟植物一樣 我跟心情不好 其實我覺得一半比較漂亮 就很有隱私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曬到陽光 對啊 我老婆呢 還很喜歡這個 採光 與電動床 自從我在醫院 睡了電動床之後 我特別喜歡 頭上腳上 把自己夾成一個 V型 我也像個寶寶了 就有種很有安全感 就覺得 腳夾的部分是 我舒服就會這樣 得休息 啊 對不起 那我們得離開這裡 那我們房間開箱就先到這邊 過幾天再帶大家run一下他們 有哪些設施可以用 我覺得我們可以就是運動一下一些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我們那個感受 直接推薦重點好了 對啊 好啊 我到月中已經一週了 這一週過得如何 快樂 舒爽 因為我們之前曾經做過一個影片 就是在討論是否要住月中 那時候我們還提到說 我們兩個意見不太一樣 住到目前為止 你是否後悔這個決定 完全不後悔 因為住月中他們就是會有護理師幫你做 血壓的檢測溫度 要摸你子宮有沒有回到位置上 雖然在醫院的時候護理師有教過怎麼摸 但我跟妳說我真的 不是很會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專業護理師幫你去摸你子宮的位置 了解你的二度狀況 然後以及你的胸部可以幫你看 知道怎麼樣是太脹 太划算了 這些東西都是平常比較不會接觸到 其實很難判斷怎樣就好 你沒有那個度兩痕 如果給他們專業弄你會比較放心 這也是為什麼我當初堅持要來月中 我自己最後不後悔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這個銜接處 如果真的要自己帶回家 沒有辦法做這麼完美的銜接 真的不後悔 對 接下來我們來來分享 到底在月子中心幹嘛 因為我覺得我們觀眾可能有一些 他還沒有生過寶寶 其實很難理解說 到底在月子中心要幹嘛 為什麼要住月子中心 分享一下我們一整天的生活 行程大概是怎麼樣的 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啊 很幼才的起來 起來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平板 我會先看寶寶 因為寶寶在嬰兒室嘛 就看寶寶的售紀錄 說什麼他的睡眠紀錄 他白天睡多久 晚上睡多久 呼吸怎麼樣 心跳如何 還有他的大小變次數 但有一次我發現他沒有什麼在打電 我就打電話給嬰兒室說 欸請問寶寶為什麼最近都沒有打 我要給大家看就是 不管是醫院啊 或者是月子中心 他都會配給你一支 專線 無線電話 對 好 欸 無線電話 我就會拿專線然後我就會看 我嬰兒室你好 我是那個 幾號房的媽媽 然後有關於那個嬰兒的紀錄 所以我看一下平板齁 我有一些問題想要問你們 他大黃男子說怎麼忽高忽低啊 大便怎麼樣啊 小便怎麼樣啊 紅屁屁怎麼樣啊 有沒有液奶啊 喝的速度怎麼樣啊 我們家宮崎出了名的喝的慢 他會喝到來把你睡著 所有護語詩都知道 有人就說 不要打寶寶的那個奶瓶 可是我們打奶瓶不是為了要 吹出他快點 而是說 發酵醒 你還敢喝奶 對 因為他那一段是休息了很久 也打嗝了 反正他是其他狀況就對了 然後體重降低 我就會問說 欸為什麼他的體重 就是連續降低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他們可能就會做一些奶量的調整這樣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媽媽 更重要是他也可以就剪開你的寶寶 每一隻寶寶 有專屬的CAMERA 你看不到其他人的寶寶 你只能看到你自己的寶寶 然後我就看到我們家拉筆小心在睡覺 我以為是看到最經典 我那時候在測試 因為這裡的電視很大台 我就投射上去 然後我就看我家寶寶看得很滿意 因為他在亮皮皮 然後就看到雞牙膏 雞類一吐的搭便出來 老婆你又這樣大便 再轉回來的時候 已經有人把他推出去親屁股 根本三秒的時間就被推走 我完全沒有看到他 好可惜喔 他的那個現場Live Show 我早上就是看完寶寶 然後會打電話給嬰兒是 了解一下寶寶狀況 沒有什麼問題之後 我們就開始吃飯 喔我要說吃飯這一點 因為他有一個服務叫做 你要不要把食物送進房間 還是放在門口就好 幫我們送到房間 為什麼我們兩個超懶的 然後我覺得很讚 就像每天都會整理房間 給你換乾淨的毛巾啊 衣物啊床單也會定時更換啊 喔好爽喔 我們每天裝的生意都是新的 你知道那感覺有多好嗎 那時候我們是兩個女生 如果是爸爸的話 還是要自己準備自己的衣服 他哺乳衣只有三套 就是女生的尺寸啦 這一切真的太美好 偶爾會回去看看你的貓貓狗狗 檢查他們的飼料啊水啊貓殺 還有環境整潔 我會幫他們整理一下家裡的環境 就是兩三天會回去一次 萬歲現在是住在蟲宿裡面 所以就是他會特地去蟲宿 把萬歲接回家看看貓姐姐們 就是讓他熟悉一下家裡環境感覺一下 然後抱抱他 跟他說媽媽還是很愛他 再撐一下下 快要可以大家一起回家了 有時候我會跟著回去 有時候不會 我就是在月子中心裡面 我會 就 幾個頭啊 SPA啊 他會送你幾次體驗一下 可是我後來發現我好像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一直使用他這些服務 因為我還要工作剪片啊 看素材啊什麼的 你會不會還會去上課 因為他有課程可以給你挑 你可以報名你要上什麼課程 日期時間都寫好了 然後上完之後我就回去 開始把寶寶從音樂室抠過來 他就會立刻跟寶寶實行 他今天課程所學到 所以上次就有學到那什麼肌膚之情 他說來恭喜我們來肌膚之情吧 我還幫寶寶按摩 他好像蠻喜歡的 這就是我們在月子中心的生活啦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大大的幫助 訂閱 那既然坐月子其實我覺得就是 媽媽最重要嘛 當初是什麼原因 選了這間 我選這間最重要就是 他整面大片的採光 讓我覺得感覺非常的好 溫度濕度空氣什麼什麼 味道 我跟你講 這裡完全做到我要的 我後來有覺得 懷孕的人心情好其實很重要 就是他感覺到放鬆 他感覺到沒有壓力其實是 極度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你的心理正在支撐你的身體 因為你的身體很虛弱嘛 你的心理其實一直在支撐著他 因為前一陣子我其實有填那個 產後憂鬱的量表 他問的問題其實都跟 壓力有關係 有沒有讓你覺得 這邊又是一件事 那邊又是一件事 讓你感覺到 乏力 你感覺到你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發現 我好得不得了耶 好到解 只要快上天堂 因為我覺得你就是也是一個 真的幫助非常大的 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 你產後不只是要調理身體 其實我覺得你心裡這一切的 健康成績 因為畢竟你跟另外一個 生命體共同 生活了這麼久 當你又回歸到你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你要花一點時間適應 以及去感受回來的感覺 對它是需要時間的耶 就是我每天在思考的事情都是 我要怎麼樣跟產後的我相處 以及產前的我的狀態相處 然後你要怎麼樣綜合這兩個自己 所以我覺得這都需要時間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 幫你Carry寶寶 但其實月子中心也可以 可以幫你Carry寶寶 然後我覺得會選這間 除了你喜歡的採光之外 還有這個是健康建築 健康建築就是它每一季的 空氣啊水啊 噪音燈光 符合一定規範的 它才能被稱為健康建築 再來就是它有一些課程 然後以及護理師 你真的很認真去上課 你超可愛的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的分工 有點像是 他就是照顧 所以他就會很想知道說 有沒有哪些照顧小孩的知識 可以去學習 他可以更舒適 我們可以更輕鬆的狀態 我就是很想瞭解 那你就負責休息就好 等你真的想要照顧他 我可以再教你 還有一個我蠻不錯的 就是他入口處有一個滅菌通道 就是如果你訪客要來 或是我離開這裡 我回家處理貓貓 我可能外面沾染很多細菌的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要經歷過那個滅菌通道 我才可以再進到館內 很嚴謹的保護整個館內的 媽媽小孩跟所有的人 其他的就是一些館內設施啦 類似這一種其他的東西 那這就是附加價值的 很棒 好舒適喔 那我覺得最棒的就是 當我們離開這間月子中心之後 它其實有一個 孕學齡專屬的服務 叫做A加BABY 它有120天 就是你離開月子中心之後 它繼續有一個專屬的護理師 可以跟你做一對一的指導 包含你寶寶有什麼問題的話 他們都可以給你解答 你寶寶有什麼問題的話 然後隨著寶寶每一週的成長 他會有一個進度表 或者是學習影片 他也都會一直傳給你 像我這麼好學的媽媽 他好學到就嚇到我了 我就點開一看 然後就開始實實 就是試著操作 我很想說其實我每天起床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真的很像那種未懷孕前 然後睡到下午的那種女生 起床中就會懶懶的 然後你就很積極 嗯 下兩點了 寶寶今天姐吃飯 寶寶等一下上來囉 我等一下開始為她吃飯 但是你知道嗎 你必須要實際操作 你才會真的發現有問題 其實是真的 有經驗的人跟沒有經驗的人 之所以有差的地方 而且每個寶寶不一樣 每個寶寶不一樣這一定要說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你怎麼樣弄這個寶寶會比較好 怎麼樣弄那個寶寶會比較好 可是護理師都說 可是每個寶寶不一樣 你們家這次就比較怎麼樣 很容易睡著 好啦 最後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的復原狀況如何 我總共現在距離產後兩週了 然後我覺得 我現在恢復狀況很好 我的肚子開始消下去 你還記得我產後兩天的時候去量體重 喔對 他就很奇怪 他就看完寶寶 然後回來路上有一個體重機 他就想說要幫我們站上去一下好了 臉超醜 雲啊 線啊 全部都在 他都說我沒有胖 所以我就會自動的覺得說 那這顆肚子沒了 羊水沒了 胎盤沒了 我 supposed是回到 產前的體重 運前的體重 然後結果 還是比運前多了五公斤 超憂鬱 反正我就會來坐月子 就在那邊很輕鬆啊 幹嘛的啊 突然之間我就去量了體重 回整的時候你量了體重 我已經回到產前的體重 運前的體重 運前的體重 喔 運前的體重 產前有點重 產前有點加巴 我已經回到運前的體重了 我覺得好開心 我覺得那五公斤到底怎麼消失的 我就只是睡醒吃 那五公斤就不見了 他沒有運動 蒸發你知道嗎 他沒有特別運動 他就是好好的休養 保持愉悅的心情 欸我這樣講會不會等一下是被拉 我覺得我看到你這種開心我也很開心 因為你知道你那時候優越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安慰你 我只能跟你說他會回來 可是具體多久會回來我也不知道 好啊你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的狀況 然後以及我產後 目前兩週的情況如何這樣 我有點緊張等到我沒有這些後援 我自己要帶寶寶回家 家裡剩下我們的時候的那個狀況 好這就是下下一集所有的配容 我還是會幫忙你的 等一下小孩是你的欸 好啦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小羊說掰掰